在一次课堂中,我问同学们 你们知道AE是做什么的吗? 他在争先恐后的回答 AE是做大片特效的 大家好,我是跟机 今天是AE公开课的续片 主要和大家闲聊并引入AE 因为我自己有过一些影视制作的专业背景 并且在AE处后期也交早独立完成过去的上一级特效的独立项目 所以陆陆续续也讲过学生堂 视频后期的课程 又过视频前期的策划 那么这一次呢,我也会类别于之前提到的长景话学习 来把AE讲过的几百堂课程 压缩到只有90分钟 但90分钟内可以会在基础知识上只是略过 也可以在简介里挑战到我的另一个视频 就是B站最全的AE基础知识里面了解背景信息 听两堂课我都会持续更新 你的意见三连加关注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自己也是最喜欢的AE 所以也会很自豪地和大家推荐我在成长过程中用到的那些教程 国内的我推荐的是李涛的课 国外的教程呢,主要推荐的是AK大神 通过AE来尝试特效是一件很酷的事 回到我们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 AE是用来做大片特效的吗 虽然大片特效还真不是用AE来完成的 通常会涉及到Nuke等节点式影像合成工具 通过我最近的经验 AE在国内定用场景 最重要的还是MG动画和视觉合成 接下来我会分场景来介绍 在屏幕上视频中展示的部分 会是对应MG动画和视觉合成的相应案例 MG动画是Motion Graphic动态图形的缩写 地铁上看到的城市宣传片 或者电影院里面的火灾疏散视频 都是MG动画的应用案例 MG动画画面剪辑连贯 很收视场的欢迎 在MG动画过程中 新手需要额外注意的是动画节奏 这里面会涉及到的基础知识包含 关键帧动画 关键帧曲线 表达式 脚本和插件